一个十分钟的一个总结 我很简单的 透过这个地方 在耽误小评十分钟的时间 把我们今天五个题目 稍微总结一下 我们第一提到的这个李登辉辞世了 那他到底是民主先生 还是台主先生 那李登辉享年98岁 他在从政将近50年的时间 那主政有那12年的时间 他49岁才从政坛起步 起步算很晚 但是他后来的发展 是超过于很多其他所谓的台湾 本土精英 包括李登辉港 包括邱尚焕 那他在主政那12年 中华民国发生很多变化 台湾发生很多变化 尤其台湾的民主运动 台湾的党外运动 民主政治也在那12年 当时有很大的变化 还有两岸关系 也在那时候发生很多变化 包括两岸之间的密室接触 包括96年的台海危机 包括97年的所谓的 两国运动出现 还有96年的中华民国 第一次的台湾总统直选 李登辉是第一位本土化 对台湾出身的 台湾籍的中华民国总统 他还是第一位台湾籍的 所谓国民党 那大家对国民党跟民进党 在台湾真正的发展 尤其李登辉在两党之间 政治的这个角力的进逐当中 他的角色的扮演 有很多的不同的评价 那这个留在历史的评价 我们在这边讲任何话 我相信都不是能够完全真实呈现 李登辉在对台湾的贡献 那小平也这边提到了 他认为李登辉对台湾的民主 的贡献是很大的 那也有大陆很多人也看他 对我们还是台独的线 他认为不应该太窄化去看待 所谓的台独的问题 应该用多一点角度来看待 他对台湾民主的贡献 这是我们第一个题目 提到李登辉此事 他到底是民主先生 还是台独先生的一个看法 第二我们提到的 世贸组织WTO 冠帅的僵局 那中国跟欧洲 现在联手在主机美国 那大家很清楚 美国现在在 自从川普担任总统之后 陆陆续续在推出一些国际组织 包括联合国下的世界卫生组织 但是WTO这个组织 这个总干事 这个秘书长人选 美国好像似乎在态度上 立场上有一点转换 转换的空间 在今年的三月份 如果大家还有记得的话 在世界世卫财产权的 这个组织 秘书长干事长的角逐 也是联合国下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 当初中国也希望 他的王斌 王斌颖能够当选 但是没有如愿 由美国支持的 这个新加坡的 自外财产局局长 那个邓洪生出现 那这一次巴西级的 WTO的秘书长 提前一年的这个退出 切职 那让这个世贸 这个秘书长的人选 提早了一年扶出台面 那8月31日以前 要能够磋商成一个 一个新的干事长人选 那目前有8位 但是美国希望 现在他的WTO的 美国籍的副手 叫做Alan Wolf 能够扶正 能够担任 那美国这样的态度 他希望透过 想要改变 他既然本来讨厌 WTO 认为WTO没有发挥功能 但他现在改变策略 他想要去改变它 他就必须拿一下 干事长的名字 从人事的主导权 再去透过对组织的影响力 那美国能不能如愿 中国跟欧洲 能不能够如心所欲的 让所谓的一带一路支持者 非洲跟欧洲的国家的 这个候选人能够出现 大概8月31号 能够有个结果 那因为WTO现在 民主党的重要性 因为他攸关 全世界的贸易的重裁 这个成年25年的国际组织 到底未来怎么走 他在多边主义的谈判 跟贸易壁垒 现在的这个事情之下 世贸组织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功能 由于在新冠疫情之后 全世界的保护主义抬头 加上医疗用品跟器材的限制出口 都导致世界的贸易失去 所以未来的新一届的 这个秘书场的演示 非常重要的 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 到底美国能不能够如愿 再来第三题 我们谈到了美国联盟 逼到了中共的家门口 日本要加入五眼联盟 那五眼联盟大家很清楚 就是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的一个情报跟安全 跟国防的一个联盟架构 包括美国加拿大 以及欧洲英国 还有南太平洋 南半球的澳大利亚 跟纽西兰 那现在英国希望 日本能够加入这个五眼联盟 那外界已经有不少评论家认为 如果一旦日本加入 尤其日本的地理位置 就在中国大陆的家门口 东方 那一旦加入的话 这个五眼联盟以西方为主 英语系国家 加入了日语系的这个日本 是不是可会变成一个 所谓的国际建议 西方的一个政经联盟 这个我们可以观察 那从这次五眼联盟 要变成六眼联盟 从澳洲 澳大利亚的目前 在整个新冠病毒发生之后 美国基于拉台 澳大利亚在国际舞台的地位 可以看得出来澳大利亚 未来将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美国跟澳大利亚 昨天他的外长跟国防部长 在华盛顿 华府DC 有一个很重要的 二加二的会谈 那美国的举动非常明显 告诉世界 澳大利亚会加入这个国际 加入西方的这个阵营 加入美国的联盟 所以为了我们来观察这一点 那不过刚才回到 我们小平也提到了 日本的加入五眼联盟之后 想必中国心里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 而且可能会不太舒服 未来中国跟日本的关系 怎么样走向 是我们可以观察的一个指标点 第四个题 我们提到了这个欧盟 无奈的对抗香港国安法 那出手温柔 北京能不能够感知 那最主要是说 香港国安法这个实施之后 国际间对于这个中共 违背了这个中英联合声明的国际承诺 陆续的出台很多的制裁 跟这个惩罚手段 从美国英国到澳大利亚 到纽西兰到加拿大 但是欧洲对于这个香港国安法的 这个实施呢 一直有很无奈的一个表达 通常都是比较软弱 比较声明 尤其以德国为首 尤其德国现在考量到 跟中国大陆经贸的利益的考量之下 大过于他的外交利益 所以他又在外交上面 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又在往下滑当中 所以德国总理的立场 好像有点模拟两可 我们小平这个博士也提到了 这个监视澳洲 限制 限制这个向这个香港出口镇压 跟这个监视的设备跟技术 这是一个起步 未来能不能够走向一个欧盟 一个整体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制裁措施 还有待观察 不过考量的一个主要的疑虑 就是欧盟是不是考量到 中国大陆经贸的意义 但是小平博士建议说 欧盟各国可以采取 各别的方式来处理 但他认为如果欧洲想要成 想要形成 形塑成一个整体性的这个 惩罚措施 可能难度很高 所以欧盟各国 是不是对香港居民的一些签证 一些所谓的难民庇护 一些所谓的居民的移民的一些条件 可能可以采取个别的一个措施 那我们最后一个提到的 这个中共国际洗脑白皮书的亮相 还有去读抖音面临大裁决 那美国财长那个姆努钦 可能最近会跟川普总统建议 将这个中国大陆字节跳动公司 在美国的子公司 Tita 是抖音 限制在美国使用 那Tita现在在全局有10亿的用户 在美国有4000多万 而且从2018年之后到现在 非常蓬勃的发展 是实际上美国年轻人 很流行的一个社交媒体的一个网络平台 但是小明这边提到的 这个Tita跟微信 可能牵涉到 影响到美国这一次11月的 美国总统大选 所以美国对抖音 到底要不要禁用 势必要做出一个 比较明确的决定出来 另外小明博士也分析了 这个史丹佛大学 这份白皮书 有关于这个讲中国的故事 这个白皮书 一个中共的一个洗脑 透过黑白 透过媒体 透过其他大外宣的一些管道 来灌输中国的一些好的官媒 让美国的知道 然后来进行在美国的洗脑动作 他小明博士也点出了这一点 那也希望美国能够做出 更明快的决定 包括抖音 包括微信 这是小明今天提到的 有关于这一点 中共国际洗脑白皮书的亮相 以及去途抖音 这个大裁写 相信这个美国裁长 递交给这个川普的答案 的这个建议案之后 川普可能很快会做出一个决定 这是我们今天 今天大新闻7月30日讨论的五个焦点 谢谢网友非常耐心的观看我们 这个将近或是收听将近三个小时 我特别再次谢谢小平 跟我在这边对话 小平谢谢你 谢谢啊 这个黄先生 今天请我参加这个节目 那么节目要下去之前呢 跟我自己做一个广告啊 今天晚上那个 今天很正经节目呢 我要请一位参与这个 美国国务卿 蓬佩奥 在尼克松图书馆演讲的 中国的这个嘉宾 中国贵宾 来做我的嘉宾 来讲中美关系问题 并请他讲一些这个 尽量的讲一些这个 这场经历的一些 个人的一些观看 观感和经历 欢迎大家这个来围观 你要不要透露是谁 暂时不说 欢迎大家收看 今天晚上的这个 经历很震惊 好 我是黄照平 谢谢小平博士 谢谢所有的观众 谢谢刚才上我们线上 讨论的网友 谢谢你 我们明天再见 好 再见 工作条件要求 一 撰写新闻稿 掌握及时新闻资讯和重点 二 口条家 具过音剪辑能力 三 台风稳健 能出镜播报更好 四 说案政经 科技或文娱新闻 据新闻 政治学 经济学 科技等专业背景 更受欢迎 五 有网络媒体操作 与经营经验优加 六 掌握视频制作软件 及图片处理 七 策划制作新型视频节目 八 据工作热忱 愿意接受新任务 应聘者具有一项或多项才干 主要播放平台 为YouTube上的明镜火拍 明镜新闻台 明镜电视 明镜历史台 华尔街电视等 若有相关工作经验 请附上成果链接 共参考 职务类别 记者 彩编 文编 教堆 文字工作者 其他传媒相关工作 工作性质 兼职或全职 上班地点 可在家工作 上班时段 白班及晚班 休假制度 依公司规定 需求人数10到15人 联络人资讯 吴小姐 Vinnie at Home